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 介绍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 复移相包出格CAD系统 打版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添加一下工具 然后系统 工具 这是我们一般的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平行四边形 T型 那个包链窗 生存侧片 在右键里已经添加了的功能 然后 进行 左边 输入我们相应的一个尺寸 单击确定 这个高度我们可以进行输入 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 同样是添加 找到我们一个这个做圆角的工具 然后切角 输入一个半径 然后把这边对签过来 之后我们这样给它复制 用这个平行设计框选之后 框选以后 它自动弹出平行设计这框框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两公分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相机才去掉 我们选择移动 按下shave的取消复制移动 就是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移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到了一个测片的功能 这个生成测片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裁片必须是一个裁片才可以 不能是一个结构线 首先我们要给它生成裁片 出动材片的时候我们可以按下shave 当中那个线比较多 这样不适合使用 我们就单选 谢谢大家 输入数字 它自动生成了一个结构线 这里我们要给它伸延长一部分 按下shift 支撑比在线上右键 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距离是多少 13.78 13.78 我们看这些是联动的 我们给它修改一下 让它不联动 用这个工具 取消联动 这时候我们看有一个对号为勾 这个钩给它去掉 用shift给它去掉 这时候两条线的联动就取消了 看一下这一段是不是13.78 没有问题 用我们的这个对称调整 你看这条线呢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生成一个材片 将原有的材片 一个删除掉 counter加d删除掉 结构线 我们给它遇到结构线的一边 用材片 我们摸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说我在这个这个片上 给它加一个横的一个口袋 下面这我要加一个拉面带 我们做看一下 嗯 选择 我们做一个拉链口窗位置 然后选择拉链窗两点 长度 我们做一个15公分 昏度 做1.5 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就说我这个 做一个造型的一个东西 我上面不用这个平行的 那就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智能笔是可以调整的 同样我们用对称调整来做 好的 其实 我们有一个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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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这个腹间的 我们有一个小それで 这个人去吃 我们有一点 不是 ok 然后我们将这一边复制过来 删除掉我们不需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条线 需要有一个 预览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这样就有了 然后我们再生成材片 我们要对材片进行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 前口去加个人口的操作 这个位置比较容易出问题 我们除了我们多加几个监口 然后再加几个监口 然后再加几个监口 我们再加完了小片的监口 这样我们再加完了 刚才我们做的时候 看到的问题有一点不一样长 看一下 看我们之前的监口都有问题 给它去掉 在做之前我们先检查一下 1.03 这是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工具 第一栏栏栏 平行移动 点击它 点击一条线之后 右键 看出这个 1.0.103 自动加上 我们看一下 差了0.0 可以说就是没有 然后还是给它加监口 可以了 然后的话 我们给它加这一遍 翻转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翻转这样是什么意思 这样就是对的 因为我们大片在外 大片一定要长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就加完了 你线上点比较多 让一个Ctrl加一个K 隐藏掉我们不需要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材片 我实际上要对称的两边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下片 就是一个嗯 就这么说呢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正常一个背包 像是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做一个就是女士的一个手提包 同样还是用我们这个工具 平行工具 我们再用自动笔在线上 左键拖动弹出一个平行工具 收入我们的一个量 靠边 我们给它靠边 框选之后单击指定边 它就可以靠边了 这种笔 右键切换一个曲线 线上招点 左键在点上可以移动 然后我们还是用一个对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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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这个角呢 我们要给它做成圆的 一般的我们这个包啊 都是圆角 我们同样还是用这个切角工具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包 我们给它做一个造型吧 给它挪动一点 然后给它对称过来 这是我们一个女士的一个手提包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 我们给它做出这个 手提带的位置 看一下我们这个手提带是不是要近 13 13 要给它挪一点 这样有点太近了 挪动的时候 用调整工具 框选 然后回车 看看我们来看看 是我们的一家 是我们的一家 转盘 您的一家 转盘 对 我们重点 看来 我们的一家 转盘 您的一家 转盘 我们的一家 好 有一个 有一个 转盘 您的一家 是 这样呢我们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手机带的形状 然后我们量取一个长度 看哪边好看一点 我们去量哪边 两公分 我们做的是三公分的有点宽 我们的去点矮一点 我们做的是三公分的有点宽 那我们这个不要的部分呢 去点 我们这个带字位置呢 给做成一个圆角的形状 这样就有点太多了 我们做的是三公分的有点宽 这样就是我们的口袋的一个位置 量取 55.387 智能比拖动 一个6公分 55.387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侧边 然后我们用这个智能比 它挪出来 我们在这个位置要给它做一个 做一个指 正记 正记空显操作线 右键结束 再固定测 登记 上单线的一个质量 我们找到一个3.5 下边我们出零的 我找我们这样给它做一个圈转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这条线呢 在这里有一个者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将那条线给它修顺 我们将那条线给它修顺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带子长度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带子长度 26.492 那我们就定一个26 我们这条线给它 我们在一边上做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十字叉 我们将这个线改为虚线 我们这个位置呢要在里面的这个位置 给它去装一个很开口的一个拉链 所以说我们要量一下这个位置 18.5 看一下我们这个宽度 就是6公分 说我们这个要宽度要跑去一个拉链 6公分我们跑去一个1.5 这样我们这个袋子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双穿一下彩片 那我在这里边要给它做一个拉链位置 我们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外边的口袋 那层的时候给它加一个口袋 你给它挪出来 这个是外边 那个是里边 然后的话 我们再给它升上一下 那么agi 咱们 要 我们 惊讯上 要 是我们考栽的外边 再考栽一个分解 现在我们的口袋就全部做好了 我们给它双击直样 这里可以填住这个材片的一个名称 布料种类 还有一个数量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示范一下 新增淡片 用面料 这个是乘2 要记得 有点 基本上 有点 这个 有点 这可是我们一个 代口 那面部是一个橙色 测骗 这里呢 就是我们里面是一个 一个材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 同时这一个材片上有两种面料 就像这个材片上有两种面料 感谢观看 现在我们工作就完成了 我们把这个隐藏掉 结果现在我们隐藏了 点击这个 我们这个材片也要给它对称一下 这样才行 这个要给它防止一下 在这里要加盐口 那用那个材片是携带用这个材片旋转功能 变成直的 然后对称 这样的侧片就完整了 然后按下这个F7 我们显示一下缝边 我们的缝边是自动生成的 看一下 那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就是我们 赋移相包出个CED的一个简单操作 那么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的击费 我们下期待的击费